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货币供给的变化 进而影响利率 投资 以及国民所得 这一个过程 文献上称为实质余额效果 288页底下我们要谈的是 总和需求线 aggregate demand 跟个体所讲的需求曲线有什么不一样 好 我们个体所讲的需求曲线 这里是Q 这里是P 这里是需求曲线 demand 总和需求曲线 横轴是所得 这边是P 这是 aggregate demand 这两者都是负协率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那底下我们谈说 在总和在需求曲线的时候 我们讲为什么需求曲线是一条负协率 他说那有两个效果造成的 一个是替代效果 一个是所得效果 什么叫替代效果 再跟同学复习一下 替代效果就是说 当一个产品的价格如果下跌的话 相对的对其他产品变得比较便宜 那消费者就会用比较便宜的去替代比较贵的 这不管那个产品是什么财 这是替代效果 那所得效果是说 当价格下跌以后 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 他的实质所得增加 实质所得增加以后 那他就有可能多去购买X或Y产品 不过要看X跟Y产品到底是正常财还是列者财 或他是积分材 这个我们在上学期有提过 这所得效果 那在Apicate里面 到底有没有这两个效果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在书上288页 倒数第三行 他在总和需求线里面讨论中 所谓的物价上涨 是指各种商品的价格都普遍上扬 这跟个体什么不一样 我们个体里面讲说 相对来讲 某一个产品价格下跌 他变得相对来讲变得比较便宜 那他会用比较便宜去替代比较贵的 那问题是总体里面 他那个P指的是一般物价水准 如果那个P上涨 那所有的产品价格都上涨 他既然每一种产品价格都上涨的话 消费者当然不会考虑以假物品来替代乙物品 换句话说替代效果在总体 Aggregate里面里面 总和需求曲线里面是看不到的 好 这个替代效果没有 那 可是他存在一个289页 一个国际的替代效果 什么叫国际替代效果 就是说全部加 就国内来讲 价格上涨 就是全面性物价上涨 那就没有所谓的相对比较便宜或比较贵的 可是那是在国内物价 可是如果国外的物价 国外的价格如果没有上涨的话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用国外的产品 来替代国内的产品 那这个叫国际的替代效果 这样可以 好 那底下我们在谈除了替代效果以外 那所得效果呢 或者是财富效果呢 他说在现代社会里面 一般家庭或厂商都会保有一些金融性资产 例如债券或者是银行的存款等等 他当物价上涨的时候 那这些资产呢 他的实质价值成反向的变动 成反向变动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放在银行一千块 现在如果价格上涨的话 那么我一千块的购买力会降低 也就是说原来假设我存一千块 放在银行 这个东西是一百块 那我可以买十个 可是现在如果物价上涨 我们讲夸张一点 假设涨了两百块 你放在银行的一千块呢 只能买五个 也就是你实质的购买力是降低了 所以书上这边讲说实质的价值反而变动 他这时候持有者他的实质财富是下降 进而会降低他的对产品的消费的需求 他这就是所得效果或财富效果 他说不过底下 他说我们会发现这种所得效果 就整个社会而言 他说有相当比例会互相抵消 互相抵消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我放在银行 如果价格上涨 那么存款人是吃亏的 可是谁获利 银行获利 他说因为一般性的金融性资产 他说有借币也有贷方 有借方就有贷方 那当物价上涨的时候 贷方会损失 但是借方会获利 那换句话说贷方的损失就是借方的获利 那就整个社会来讲加起来是零 那game theory 里面有一个zero sum 叫零合游戏 零合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损失就是我的获利 我的损失就是你的获利 两个加起来是等于零的 那所以所得效果 就整个经济社会来讲 有许多是被互相抵消的 所以所得效果呢 也是在总和需求曲线里面 是看不到的 是不存在的 那289页 就是总和需求曲线上面两行 第三行 第三行 它当物价上涨时 它的消费并不会因实质效益而上升 所以就整个社会来讲 物价的变动的所得或财富效果 仍然存在 那这个原因 这个主要是在 是讲说 在现在社会里面 政府与中央银行 也是主要的债务人 那所以 虽然银行获利 但是它并不会因此 对于 整个实质的 就是当物价上升的时候 它的消费并不会因此而上升 因为它是政府或银行 它是法人 就这个观点来看 那它还是有 不过大致上 大部分都被抵消掉了 好 等一下 这边书上讲的 总和需求曲线之数学说明 及移动 我们就跳过去 不看 那我们的重点 是在后面附入的地方 哪里 在297页 这边 IS LM分析法 这里 前面我们在讲说 当物价变动 或者当货币供给变动的时候 就是它的调整 284页 还有287页 它调整 调整到最后 在什么地方达到均衡 那 那这个我们透过IS跟LM曲线来分析 那就是我们导出IS跟LM曲线 那 两个的相交点就是 使得货币市场 由于使得 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利率跟所得 好 我们先看 RS曲线怎么来的 请同学看 298页的图形 再补充一下 这个P跟这个P是不一样的 这是讲某一个产品的价格 这是讲全面的物价水准 不是指单一产品 好 不是指单一产品 好 请同学看298页那个图形 这个图 这个图是指的274页的C B图跟C图 好 284页B图跟C图 好 我们前面讲过 当利率水准在这里的时候 比方说I0的时候 我的投资水准是I0 这么多 当利率水准下跌的时候 比如说I1的时候 我的投资是I1 它是增加的 280页的B图跟C图 C图在这里 这45度线 好 当我的投资是I0的时候 Y等于C加I0 这时候我决定出来的均衡所得是Y0 start 当利率 当利率下跌 当利率下跌 变成I1的时候 我的投资是I1 增加 那这时候 我的Y等于C加I1 我决定出来的均衡所得是Y1 Start 当利率下跌 我的所得是Y0 当利率下跌的时候 我的所得比较多 当它是I1的时候 我的所得是Y1 同样的 同样的 你可以在不同的利率底下 得到不同的所得 那你把这些线连起来的 这条线就叫Is曲线 可以吗 第一个 你先注意 Is跟Lm曲线 它的坐标轴 横轴是Y 重轴是利率 重轴是利率 那现在我就把利率跟所得之间的关系 画在这个平面坐标上 那我们得到的就是Is曲线 好 这个总支出跟45度线焦点 这个均衡所得Y-Star 它是一个均衡所得 什么均衡 使得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所得 所以在这条线上 这条线上 所有的所得 都是均衡所得 只不过利率高低不一样 好 请同学写下 什么叫I-H线 使得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 所有所得跟利率所组成的轨迹 再一次 什么叫I-H线 使得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 所有所得跟利率所组成的轨迹 也就是说在I-H线上 所有的所得跟利率都会使得产品市场达到均衡 只不过有的利率高 所得低 有的利率低 所得高 但不管哪一点都会使得产品市场达到均衡 使得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所有利率跟所得所组成的轨迹 好吗 好 为什么叫I-S 同学如果还记得我们讲Y等于C加I Y等于C加S 这里I要横等于S 叫I-S曲线 好 使得产品市场达到均衡 好 所以叫I-S曲线 好 299页 那我们要导出LM曲线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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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形是284页 A图有点类似 就是289页的A图 跟284页的A图有点类似 我们讲货币供给是中央银行所决定的 所以全是在这里 这条是M 当货币需求 当利率当所得是Y0的时候所得到的 这时候决定出来的利率是I0 可以 假设货币供给不变 现在我的所得增加 所得增加 我们讲实质货币需求 这个关系是正的 这个关系是负的 那现在我假设所得是Y0的时候 那我画出利率跟实质货币需求关系就导出这条线 现在当我的所得增加 Y增加 Y增加的时候就不再是这条线 这条线是当所得是Y0的时候 比方说Y增加到Y1的时候 M I Y1 所得增加 那我的实质货币需求会往上移动 可以吗 这个关系是正的 我们讲说 这个关系正的两个动机 一个交易性的动机 一个是预防性的动机 利率 这个是投机性的动机 负的 好 当所得增加到Y1的时候 那跟货币供给 这里所决定出来的利率是I1 当所得比较低的时候 当所得比较低Y0 我的利率是在这里 I0 当所得比较高Y1的时候 我的利率比较高是I1 因为我要画的LM曲线 也是利率跟所得 所以我现在要把利率跟所得的关系 画在这个平面座标上 当所得比较低 我的均衡利率I0比较低 当所得提高的时候 我的利率会上升 那所以我就可以连接这个点 导出来 这叫LM曲线 它是一个正解率的 为什么叫LM L 这是流动性偏好理论 凯因斯所讲的 看一下 在 在